民国今天骗局 十三太保的皇帝加冕造势 已成为终身制大总统的袁世凯 还想改变中国的政题 实现君主立宪 但谁料到这股呼吁的民意 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以总统府秘书长杨士义为首的七名凯子 委员柯廷拉龙 组成了七兄集团 与此同时 杨部为首的六人组成了首安六君子 投身于帝制的请愿运动 这十三人合称十三太保 疯狂展开舆论和金钱公事 义士天将军情愿团 军警情愿团 商会情愿团 学籍情愿团 教育情愿团 人力车夫情愿团 青史贵族情愿团 粉末登场 魏魄力量 有人干脆 居然还组织了乞丐情愿团 和记名情愿团 全国上下群魔万物 仿佛人大帝加冕 是重望所归 结实 这一切不过是杨部和袁克定 精心策划的骗局 他们利用人性的贪婪和虚拒 伪造民意 企图绑架袁世凯 详情推举他登记称帝 最终因强行绑架民意 促使袁世凯自取灭亡 这是民国最大的一场悲剧